你训练你的孩子 他不只是两只手要会做 他要有个脑袋 他能够想 要能够创新 所以在这个时代的时候 父母亲教养孩子的观念 真的要整个革新 因为过去那种方式 都真的是不对了 就用不着了 就有点像我们父母的时代的时候 就是你去上学好好的念书 你将来就会有好的工作 好的收入 好的退休金 好的养老院 所以我觉得现在家长焦虑 其实是有点原因的 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去教他了 所以听说读写 是我们所谓现在21世纪 教养孩子的一个基本功 他一定要有这四个能力 那么听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说 有耳朵就听了对不对 可是各位一定知道 听错的几率不知道有多高 因为我们的耳朵 只听我们要听的东西 那这方面的实验非常的多 所以在这个21世纪 资讯大量出来的时候 我必须要有阅读的能力 我能够很快地把这个重要的资讯 搜索进来 那我们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 学生说老师有电脑了 我干嘛手写 电脑打字进去就好了 要跟各位家长讲 或者跟各位老师讲 它还是必要的 我们看到中风的病人 他大脑受伤了 他可以听写 可是读不懂他自己写的字 所以我们才很惊讶说 原来写东西的时候 那个笔顺 是另外一个进入大脑的路 你看有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这字怎么写 可是隐约那个字的形状 它应该怎么样写 你还是有那个概念的嘛 所以写还是要 所以听说读写 是在21世纪 教养孩子的四个基本功 缺一个都不可以的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我们叫做六个C 那它的第一个C呢 是叫做collaboration 就是合作 为什么合作这么重要 因为现在资讯翻得太快 我们一个人的脑 是没办法来得及 看这么多的东西 或处理这么多的东西 你就必须是及时广义了 就是每个人负责一部分 然后大家聚在一起 我们做三个臭皮 这样胜过一个诸葛量了 那么在团队里面的时候 很重要就是沟通嘛 所以第二个C呢 就是communication 团队最怕是沟通不良 沟通不良会把这个团队扯垮 这个沟通其实也就牵扯到 我们刚刚讲的人际关系了 尤其是你一定要有了content 这个C 你下面才会有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的思考 你不知道知识 怎么来批判性思考 你没办法批判 对不对 你只能接受嘛 有了批判性思考 你下面才能够做到 creative的innovation 创造性的创新 就是你知道它这里不对了 好 那我去改它 对不对 creative 我创个新的方式出来 innovation 把它旧的改成好的 所以这里面这几个C都非常重要 然后当你的孩子有这五个C了以后 最后一个C就是confidence 自信 一个人有这些能力 他就有自信 我们看到孩子会 人家怎么走就跟着人家怎么走 就是完全没有自信的人 因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今天在21世纪 你的孩子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 主要就是孩子对于学习不可以觉得厌烦 更重要就是他是属于一个团队 团队的认同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要有这个合作 最后当他是一个很自信的人的时候 你这孩子是一定成功的